截两根长短一致的铜线 粘上灰色的棉花 仔细搓匀 白露的双腿就做成了 补架完成后 接下来就是塑形的部分了 脱质棉花纤维柔软细长 十分适合棉花化的制作 郭美瑜将手中的脱质棉花轻轻扯开 将纤维拉直 抽去其中的棉枝 然后用胶水层层粘在剪好的纸板上 直至白露的身体圆润饱满 比例适中 白露与郭美瑜其他作品中的鸳鸯孔雀相比 色彩较为单一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做起来就容易了 它就是难处理就是做那个展开的翅膀 那要一片一片慢慢地剪 这个看似简单的步骤 郭美瑜当初整整在废报纸 硬质壳上练了两个多月 翅膀上的飞鱼剪好后 在上面粘上棉花营造激励感 胶水的用量要小心控制 用得多了 棉花吸收胶水后板结 表现不出白露雨衣轻盈丰满的状态 用得少了 棉花粘不牢容易脱落 至于胶水用量多少的掌握 不是一个简单的数据就能说得清楚 更多的是靠经验的积累 做了四十多年棉花画 郭美瑜的手指 已经比大脑先一步对胶水 形成了最直观的记忆 素其形还要传其神 眼睛的处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郭美瑜做的每只鸟儿 都在眼睛上加了细细的眼线 可别小看着眼线 这是郭美瑜将棉花纤维 慢慢揉搓成的细线 用镊子仔细地圈在眼珠周围 就这样 一只活灵活现的白露 就完整地呈现在镜头面前 作为鸟儿的配饰 花朵的制作也有不少讲究 用棉花沾上胶水 压成厚薄均匀的棉纸板 晒干后剪成一片片花瓣 把它们交错粘贴 然后将一团彩棉均匀撤开 塞进花瓣中 一朵花的颜色就靠它来表现 叶子同样费时费力 上面的叶脉都是用棉线一条一条粘上去的 这不仅考验手艺的纯熟 更考验人的耐心 在如今这个以机器生产为主的时代 愿意从事这种纯手工工作的人越来越少 老街边上 檀棉店的陈师傅迎来了一年中的生意旺季 在机器的轰鸣声中 一床板结发黄的旧棉被 转眼就变了个样 横发松软宛如心智 入秋后天气转凉 不少街坊都找出家里的棉被翻翻心 师徒二人差点忙不过来 不过即使再忙 陈师傅都不忘遵循老一辈一人留下来的传统 用红线在棉被上摆出一个极庆字样 表达对主顾的美好祝愿和感谢 而这简单的鸭字处理则是棉花画最早的灵感来源 上世纪六十年代出 潘棉师傅黄家生游秋元 为了吸引顾客 便创新性地用彩色棉花 在棉被摊面上揉线 铺花 坠字 镶嵌上或繁或剑的吉祥彩色图样或纪念文字 大受香礼欢迎 后来 黄家生游秋元二人经过不断改造 用彩素彩渣的手法 配以山水画淡圆清雅的背景 将彩棉现荣做的花鸟珍芹 镶在玻璃矿里 初步定名为棉絮堆画 张州棉花画由此诞生